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香港有社团29号举行巴士巡游 邀请100名杰出抗议义工来参加 路线几乎覆盖整个港岛 四辆敞篷巴士 从车顶展开的巨幅国旗与区旗 还有舞师表演 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在29号上午 举行巴士巡游活动 四辆双层巴士的车身 都贴上了庆回归主题海报 活动参与者率先登上车顶 与车身合影留念 100名杰出抗议义工受邀参与巡游 他们都在第五波疫情中 积极配合特区政府抗议 帮助及时派发防疫物资包 早前在民间评选活动中受到表彰 今年是香港25周年兴回归 好影响去出席我们这个花车巡游 那心情是很激动的 就是有我们国家强大的后腿 香港 那我们香港呢 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好 都会更加会反应稳定 车上循环播放着 东方之珠 狮子山下等歌曲 而参与活动的义工们 也一路挥舞着 手中的国旗和曲旗 向路边的行人招手致意 本次巡游路线自西向东 几乎覆盖整个港岛 主办方希望能将庆回归的热烈气氛 带到尽可能多的地方 与更多市民同乐 那我们的路线就是会贯穿了 由中西区出发去湾仔区 然后去东区 最后我们会去南区 那其实我们今次这条路线 也都是很特别的 我们香港都国家联合会 其实我们在各区都设立了 很多的打卡的地点 就是与我们的市民 一起是庆祝回归的 那今次我们这条巴士的路线 正正就是围绕着 我们各国的打卡点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巴士巡游活动 30号继续举行 从早上11点开始 直到下午6点 在港岛各主要地标巡游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